亲爱的朋友 欢迎你又来到如歌的刑版 我是蒋里荣 今天在我们线上的是蒋卫水先生的孙子 也就是蒋卫水文化基金会执行长蒋朝根老师 朝根老师每次来到我们节目 总是会带来非常精彩的 我们所不知道或是我们只知道片面 或者我们只知道皮毛的一些 有关于蒋卫水先生的事迹 那么透过蒋朝根老师的叙述 那活灵活现有血有肉 听起来真的是栩栩如生 让我们能够生利其境的感觉 好来 朝根老师跟大家问个好吧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在这里见面 我们之前曾经讲过 蒋卫水先生的就是被抓去关 关在监狱里头 对他的人生还有他的思想来说 是影响非常大的 他进出几次监狱 总共大概有十几次吧 激留所十几次了 那进到台北监狱是两次了 就是自警事件 对自警事件 那是最长时间 最长一共一百四十几天 而且影响也最深远 是 那我们就从这个自警事件 他的入狱 然后至于后来的影响力 这些东西跟我们叙述 他1923年12月16日 早上六点钟被抓进去台北监狱 那个是叫做全岛大逮捕 逮捕了将近一百人 99个月 那经过那个调查 他在1924年的2月18日出狱 那两个月又三天 所以一共六十四天 他第一次入狱 那出来就经过这个不断的 这个这个开审判庭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讲起来 我们想象不到的这种开放 居然是开公开的审判庭 你如果想要听 你早上来去台北 这张票 这张票 要入场券就对了 要买入场券 要买入场券 他有他卖票 他是早上七点钟开始卖票 可是五点钟就有人去排队要买票 听说一张票好像三角的款 那时候的薪水 我们这个月差不多十分一般的工人来说 十分一般的工人来说 所以佛祖有上 五点钟的时候 大家就去排队要买票 所以一下就爆满了 那个审判庭上 连日本的将校将军都来听 还有很多那个检察官 法官不是他的审判庭 也都跑来听了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事情 所造成的一个轰动 那公开辩论 而且《台湾民报》 它出了一个专刊 《台湾民报》 在日本时代发行的时候 它唯一有两次 这种专刊的 号外来出版 那就是整个特刊来出版 一个就是自警事件 另外一个叫做惡离事件 也是农民的反抗运动 整个公开辩论 当时的这个检察官的论告 被告 被告这边还有律师 还有辩护 通通一个字不漏的登在报纸上 然后呢 当时有辩护律师 这些辩护律师 除了台湾的这个辩护律师 像叶清耀 这个本土的律师之外呢 还有从日本过来的律师 那这些律师 在日本都是非常得高望重的 他们有的还是国会议员 嗯 比如说川来一郎啊 嗯 青来一郎啊 青来一郎啊 这些啊 他们在日本 其实都是满有这种崇高低位的 很多日本的那个人道主义者 嗯 他们都义务跨海到台湾来替他们辩论 嗯 那有的律师还辩论到 都撒眼泪 嗯 嗯 他们认为这个是 代表着360万台湾民的真正的一个声音 嗯 可是检察官叫三好一八 这个名字很好玩 三个好一八 好三八 哈哈哈 李小峰叫做错 他却认为说 其实这个就是搞民族自觉 搞独立 嗯 搞叛乱 嗯 他在背后他们事实上做的就是这样的运动 所以这个检察官啊 他是 呃 他那自己认为是义政持严 嗯 其实他是就是加以辞涉 嗯 如果你们不喜欢日本的统治啊 那你们就离开台湾 嗯 你们就搬回这个 汽油池里 嗯 你们就搬回大陆去 去这关廟公 所以他们说是去这关廟公 后来蒋慧水就写了一篇文章 你要说此事非同小可 嗯 检察官怎么可以这样讲啊 这是我的土地啊 对我们要求这个要立宪政治 你就说 你不瞒统治你就搬离开 这就应拜啦 应拜 对对对 这三号检察官啊 也因为这个 检树蒋慧水他们 后来他还升官 是 他还升官 所以啊 看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 我是有很多的感动 你说这个跨海过来帮蒋慧水他们辩护的这些律师 或是国会议员 他们的立足点是在人权 对不对 他们觉得每个人有当他自己主人的权利嘛 那怎么可以因为这样把他们抓去关 所以他们宁可自费 而且义务性的来为他们辩护 这个好令我感动啊 更佩服 嗯 那后来呢 这个审判后来的结果是怎么样 为什么又有第二次事情事件 那经过辩论 好几次的辩论题 后来这个宣判的时候很意外 那个时候的这个法官叫做绝田真元 真元就是真正的猴子 那个法官 绝田真元 绝就是一个土字旁在一个驱虫的区位 绝田真元 他居然宣判无罪 很奇怪 检察官那么强势 在蒋慧水的《玉中日记》里面也有讲到 就是说法官说你说的也有理 是啊 所以当时是非常民主 不过这个宣判真的总督也很意外 居然无罪 而且还说 这是代表真正台湾三百六十万年的新生 所以这个法官还是真是非常独立的法官 说他们是有事之事 可是检察官不服啊 检察官就是三好一八 对他再跟他提出抗逼的起诉 就来到第二庭 第二庭就宣判有罪了 所以蒋慧水他是四个月的徒刑 检察官是要求六个月 那四个月 这个法官大概也有点压力 蒋慧水不服啊 那个时候已经换了检察官了 他们就在上诉 结果第三省是被驳回 就是一第二省的这个结果来宣判 那其实在这个 当时正在审判期间 正在审判期间的时候 蒋慧水他还做了一件 让总督非常不满意的事情 就是说他在这个当中 就明明把你假释出狱了 等候审判 而这个假释呢 还是因为呢 当时赵耳天皇要结婚 把你放出来 先给你假释 结果你还是不乖 他做了什么不乖的事 他居然又跑去请愿 又跑去东京 对 那个时候是第五次请愿 第三次请愿蒋慧水被关的时候呢 第四次请愿 林县堂又出来了 第四次请愿就是 1924年2月的时候 蒋慧水那个时候 在楼上来 在楼上来 因为他们要请愿的时候 大概1月底就要开始到东京去做活动了 所以蒋慧水没有去清亡 像林宪彤 他觉得自己不好意思 他把人放下来 他不放下来 所以我们看照片上出名 就是蒋慧水他们 假释出役的时候 林县堂也去到险队 很欢迎 那时候 放放出来的人没有帝 去到迎接的人都帝 林县堂也帝了 林县堂也帝了一帝 我们看所有的奖励 林县堂在反抗营党里面 他们是随备受尊 都站在那里 他都坐在那里 每个人都是重心工业 唯独那一次 你要找林县堂的位置 出役的这一张 不太好找 原来他站在后面 又没有了 又没有了 所以有人说 这个不是林县堂 我说林县堂 那时候都坐在那里 其实那就是林县堂 你来看蒋慧水的出役日记里头 他就有写说 那一天林县堂也到现场 林县堂为什么自己跑到后面 因为他没有被抓去看 那一天来欢迎的大部分人 都是被抓去关的 然后他们只是比蒋慧水早出役而已 因为蒋慧水他是 被判的刑期是最重 后来他关的日数 也超过被判的这个四个月 四个月一百二几天就好 结果他关了一百四十四天 他第一次关了六十四天 第二次又关了这个八十天 那林县堂第二次又出来请愿 他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他出来了 他毕竟还是难有一种 民主的一个正气 那一年刚好呢 帝国议会在六月的时候 他加开一个会议 日本帝国议会通常是在二月的时候开会 那一年六月他加开一个会议 那台湾你就把握这次机会 因为自警事件制造了很高涨的这个名气 不过这种病 最后一个世纪 你不趕快趁这个时候来造势那还得了 所以那一年蒋慧水居然 六月的时候 又跟着这个 第五次的请愿 第五次请愿 又跟着李三火他们 他们陈红元黄 四个人又跑去请 蒋慧水 蔡培火 蒋慧水蔡培火 李三火 还有红元黄四个人 那蒋慧水跟蔡培火 是被抓去关的 那这个李三火呢 把他的那个被指定为这种 这种 御用绅士的这种 好像是一个小关 也辞掉了 他也跑去跟蒋慧水跑去请愿 就来到东京做这个 第五次的请愿运动 六月的时候 这个时候在台湾的这个孤显龙 御用绅士 他就很不满意了 怎么会这样 但是站在总督府那一边的 又跑去请愿了 他就出来 在可能是总督府的受益之下 那个时候他就搞了一个叫做公议会 公议会就是益处的益 公议会 然后这公议会呢 就发表一些 反对议会请愿的这种言论 然后呢 他们后来就想召开一个叫做有利者大会 那些人 什么叫有利者 有利者就是说 我是真正台湾人的名义 事实上他是自己认为是名义 我们是真有这个立场的人 不是那一种 不是代表真正主流的名义 我们是高级人就对了 对对对 我们是有利者 所以他就找了一些 当时呢 被总督府授予啊 这种官玄的 其实林县堂那个时候 也被总督府强迫 当这个评议员 就是第二次议会请愿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 抓几个乡身 强迫林县堂退出的时候 就是给林县堂一个评议员 那林县堂他是虽然不接受 可是总督府就是议员嘛 然后很多人都是这个评议员 那当时顾显龙就找了 一些那个医用生师 他们有这种贩卖官员的啦 贩卖鸦片群立的人嘛 就要来开这个有利者大会 他们就在现在的这个 星光百货公司那边 海北火之战对面 那个时候是铁道旅馆 他们就在那边召开这个有利者大会 然后有在顾显龙的家 再召开这个会议 开这个有利者大会 那这个时候林县堂就很火大了 因为蒋卫水他们在东京正在启愿嘛 他就说好 你开这个有利者大会 那我就来开一个无利者大会 来跟你对抗吧 那这个就是非常精彩的这个 这个御用生师 跟台湾的这个民族自觉 民族运动的先鸽者 来对抗这个 很劳烈的这个这个这个 运动 我觉得蒋卫水 相当程度的那个幽默 常常都是苦中作乐 你是有利者嘛 你是掌权者嘛 你都有最好的好康的事情 都在你那里 我这就是无利者 可是呢 最基本的也是因为蒋卫水 总是和弱势站在一起 为弱势发生 你同意吗 我这样的看法 呃 蒋卫水 他出生于社会的底层 所以他的思考 是以整个社会大众的那种 胡子为这个一规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一直走在这个民族 时代的一个一个浪头上 所以他在从事环队运动的时候 其实他是以这种基本的民族价值 人群价值 对 普世价值来作为他的一个出发 对 其实在殖民统治之下 他是很难拿捏的 到底要给你怎样的一个教育 给你怎样的一个统治的方式 他们是互相矛盾 所以才可以说 在日本统治台湾 中间点之后 社会中间起来以后 就开始一次很容易的 这个有他们很难拿捏的一个 对 所以这个思想的背后 其实是真的蛮深刻的 值得我们来探讨 他是跟整个世界潮流 是同一个步调的 台湾他是在那个年代 没有缺食的 在整个世界民族制度的潮流段中 对 好我们在这里先告一个段落 待会再来继续谈